香港公海上 一艘来自越南的小船正缓缓航行 上面几乎全是难民和一些少数走私返 他们的目的地便是几百海里外的香港 小杨和妹妹小红也在其中 他们因各种原因选择偷渡去香港 由于小船太过破旧 没驶出多元就出了故障 眼看船只就要沉默 众人慌作一团 关键时刻 一艘越南小型祸人出现 所谓老乡见老乡眼睛泪汪汪 霍轮上的船员见老乡有名 赶紧用绳子拉过小船救下众人 难民们上船后对霍轮船员感激不尽 这时 小杨突然被一人拉走 此人叫做阿华 是霍轮船员之一 也是小杨的同村好友 听闻小杨带妹妹想偷渡去香港 阿华立马慌了 他赶紧问小杨他的妹妹小红在哪 而此时霍轮的甲板上传来惨叫声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场屠杀后 难民和走私贩妹全部遇害 小杨看着妹妹小红被船整枪伤 他大声吼叫结果被人偷袭打运落在甲板上 阿华为救他 将其丢进船舱 原来这艘货轮不是商船 而是一艘号称海狼的走私海报船 他们不光靠走私赚钱 还顺便打劫其他船只 大华是这艘船的船长 他雇佣大强和其小弟充当自己的帮手 而为华是他的亲弟弟 阿华和大华相反 他心地善良 上船的初心只是为了帮哥哥的忙 没想到几天下来 他见证了哥哥等人的轮番杀戮 一面是良知一面是亲情 阿华心中百感交集 晚上 趁其他人在收拾船上的尸体 阿华来到船舱找到了小杨 后者阴挨了一棍导致记忆丧尸 阿华不想让小杨想起 他的妹妹是被大华所恨 他只好撒谎称小杨是越南逃犯 而他则是对方好路 单纯的小杨信了 阿华让他在船舱待着不要乱跑 自己自来到房间和哥哥等人开会 大强的小弟们很生气 他们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为什么这个阿华每次都不做事 还能分到和他们一样的钱 难道就因为他是某人的亲弟弟们 大强听到后赶紧制止小弟不要乱说 传众大华听出小弟们的不满 他想听听大强的建议 问对方是否该少分弟弟阿华的酬老 大强不想宣兵夺主 他表示只要是船长的意思他都赞同 听到这话后大华很满意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给弟弟一样的酬老 然而就算哥哥如此照顾自己 阿华却还是不领情 他让哥哥赶紧收手 不要再做违法之事 大华混了几十年江湖深知赚钱不易 他选择走上这条路 就没想过回头 两兄弟谈不到一起只好做吧 几天后货轮来到香港码头 警方对船只进行检查 以前这种搜查 因为大华贿赂了警长的关系 一般都是曹曹了事 但现在警长换了人 所以检查的比较严格 阿华担心小杨被发现 他去往船舱找人 结果警方先踏一步找到了小杨 后着想起自己逃犯的身份 在被警察询问之时 他选择了趁机反抗 凭借伸手过瘾 小杨打倒几位警察成功跑路 途中遇见阿华 阿华让他先离开货轮 自己过后会去找他 小杨成功离开货轮 这次事件发生 警方决定暂时扣留货轮 直到找到小杨为止 大华大强等人听后只好照办 离开货轮 小杨来到香港一广场 在这里他认识了百金女小艺 因为小杨离开货轮前 阿华给了他一笔现金 在金钱的利用下 小艺很快利用颜值将小杨拿下 而货轮这边 因船只被扣 船舱里面的走私货 不能及时送到买家手里 船长大华想的是 货虽然不能到买家手里 但对方的钱他还是一定要的 大强听从船长安排找到了买家 他称货物要耽搁几天才能给对方 让对方先把钱给自己 这个要求买家自然不肯 好歹自己也算是香港黑道界 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会被你小小的海盗黑吃黑呢 双方谈不拢随即动手 大强的手下全是狠 几招下来买家等人全部被杀 钱也自然被大强等人抢走 这次凶杀事件轰动警方 警察在现场找到一项链 里面的照片竟是小杨 原来几天前屠杀难民之时 大强手下在小杨妹妹手里 抢过这条项链 他觉得好看就自己戴上了 昨晚和买家等人动手 他被对方扯下了项链 所以才被警方在现场找到 因插阳错之下 杀害买家的最大嫌疑 自然落在小杨身上 他又莫名其妙成了通缉犯 小杨的通缉照 让警局一位叫小金的女警 觉得十分眼熟 他有一朋友叫做小丽 也就是那位拜金女 昨天几人相见 小金和小杨有过一面之缘 他在小丽口中得知 对方是他新任男友 想起这事 小金带人赶往好友小丽家里 小杨听到动静知道警方找来 他跳下窗户跑路 这一幕被阿华大强等人撞见 他们为了早日离开香港 也必须要找到小杨将其交给警方 双方人偶都将小杨当作了猎物 大强心里有了小心思 他没有参与追击 经过一番追逐 警方在一宫里逮捕了小杨 关键时刻阿华出现 他将警察打倒 想带小杨逃跑 结果还是被小金拿枪逮捕 霍伦这边众人正在商议 大强手下都将责任 怪在阿华身上 如果不是他救下小杨 怎么会有这一系列麻烦事呢 如果小杨将我们屠杀难民遗事供出来 那我们不去玩了 大华冲弟弟告诉过他 小杨失去了记忆 所以不用担心这事 小弟听后说道 既然这样 小杨被警方当凶手抓到 我们与此事无关 那么我们明天可以直接出海走人了 船长大华却表示 他又接弟弟一起走 大强听到船长这话 只能先带手下去 警局将阿华保出来 而阿华和小杨这边 警长没让阿华说出真相 而动用努力 小杨见好友被奏 他的怒气直飙升 阿华小杨逃出了警局 他们个人刚逃走 大强和小弟后脚就来到了警局 警察告诉他们 小杨和阿华刚才已经逃走 大强知道事态不对 他在警方口中打听到 小杨在香港有一女友 接着 大强找到了百金女小丽 他拿出一打钱给对方说道 如果小杨回来找你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找到小杨我会再给你一大笔钱 小丽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自然答应了大强 第二天 警方来到货轮告知船等大华 由于小杨是在警局逃走 跟他们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可以离开香港了 这时阿华打来电话 他将自己位置告诉给了哥哥 让对方来接他上船 这件事让大华和大强手下 再次起了终止 大华要去接弟弟 而大强手下想直接开船走人 我要带他上船 刚刚那个女警说 二天四强是监视我们 你还想带他上船 那不是害我们吗 这是你自找的 你让他这样做吗 绝对上 几人来到大华说的地址 在得到哥哥不会动小杨的回复后 阿华才让小杨现身 见小杨出现 大强掏出藏好的刀 直接捅进大华肚子 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将这三人全部杀掉 事后告诉警方 是他们内讧自相残杀就行了 这样一来 大强就可以将货轮归为己有 船长死后 大强让手下去干掉 阿华和小杨 阿华见哥哥惨死于大强之上 奈何对方人多 他虽怒火中烧 却只能选择逃跑 几番打斗 阿华和小杨摆脱了敌人 他们抢过一辆车逃出现场 之后 两人负伤来到小丽的家中治疗 小丽想起之前大强的话 他约出对方称 小杨和阿华在自己家里 大强听后拿出小刀挟持了小丽 并让其带路回家找小杨两人 此时警局这边 女警小经想起今天是闺蜜小丽生命 他一忙于工作 将送给小丽的礼物递给同事 让其帮忙送给小丽 同事来到小丽家中 结果发现了被警方通缉的小杨阿华 他拿出手枪将两人控制 并打电话通知小金 与此同时 大强和其手下挟持小丽也来到了这里 进此前行 大强一脚踹开女警 阿华和小杨为了报仇加入战局 双方打坐一团 激战下来 大强人多适中 结果女警受伤小丽被杀 小杨也被大强击中脑部导致重伤 阿华救下小杨 两人知道斗不过大强便跳下楼房再次跑路 这时警笛声响起 大强只能暂且离开现场 小金来迟一步 看着闺蜜尸体和重伤的同事 他心怀愧疚发誓定要为其报仇 阿华和小杨来到一废弃隧道 小杨之前因被大强打了一棍 导致记忆恢复大半 他想起自己妹妹是被阿华哥哥所伤 但后面的记忆他又想不起来 只当眼前阿华是他的仇女 两人打在一起 阿华知道现在解释不通 他将小杨打倒将其所在隧道 决定自己一人去找大强报仇 第二天 小金来到医院看望同事 同事告诉他一切凶杀案都是大强等人所为 小杨和阿华是清白的 如今大强等人已经开船离开香港 等警方拒捕令下来 恐怕对方早已到了公海 小金报仇心切只能单独行动 他找了一架快艇准备追击大强 途中小杨也跟了上来 如今的他已经恢复全部记忆 他错怪了好友阿华 现在仇人大华已死 他只能将仇恨转移到大强身上 为了替妹妹报仇 小杨决定和小金合作对付大强 而此时大强的货轮上 还有一人潜伏在其中 他便是阿华 微提哥哥报仇 他先是闹出动静引开大强手下 然后一人来到船长时和大强单挑 两人在室内激战正撼 外面的小金和小杨也已杀到 两方人马打成一团 最后的决战终于到来 大战过后 大强手下悉数被干倒 他被阿华和小杨两人围攻 情急知晓 他找小金求助 毕竟对方是警察 应该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杀的 不想小金去说的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救我啊 皇家警察 不可以在宫海抓人的 就这样大强死在了宫海之上 这个无法地带 曾是他卫胡作伤之地 现在却成了他的葬身之所 真可谓是自作孽不可活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是要讲完所有经典港片的解说 喜欢雷哥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